大S和汪小菲的婚变风波 去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 12月4日 律师邓高靖发文力挺大S 他写下 欠钱不还的才是真大爷 欠钱不还的还被全网追捧 借几千万给他 让他打个借条 还被全网骂 第二天 大S对邓律师的发文 进行了点赞和评论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系 随后 张岚在直播间时进行了正面回应 作为律师 您可以发表见解 但不能颠倒黑白 更不能情绪化 您是专业人士 不是博眼球的 不要哗众取宠 小心您的律师从业资格 时隔两个月 2月24日 邓高靖律师正式向张岚宣战 邓高靖律师发文表示 已经看到许多热心网友私信他 关于张岚在直播间对他侮辱的证据 经过两个多月收集证据 将依法行使公民监督权 统一回应张岚和其律师苏春丽 关于张岚在直播间内的授权行为 邓高靖已于本月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主管部门进行投诉 相关单位已在核查 至于法律方面 邓高靖也已民事起诉张岚 本月初已将资料递交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邓高靖指出 任何人无论任何国籍都无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通过侮辱诽谤他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违法行为 非法谋取暴力 张岚作为圣基茨和尼维斯国人 亦应当遵守中国法律 没有特权通过违反法律的方式直播挣钱 并强调 就算是直播主播也得守法 不能伤害他人的权益 最后邓高靖表示 不接受任何公关 别白费劲 这是法治社会对受害者 合法经营的企业 合法直播的主播 合法职业的律师 以及其他遵纪守法的公民 最起码的交代 任何个人及企业都无法通过违法的行为获利 而对此 张岚方面暂无回应 但针对国籍一云 去年他曾在直播中解释 是不得已才改变的国籍 当初是为了撬江南在香港上市 才更改国籍 至今已经缴了数亿的税 目前没有医疗保险 喊冤是为了企业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接下来说 张岚妥协 恳求大S放过 自己是亲奶奶 网传汪小飞交代一言 2月25日 眼看着汪小飞和大S抚养权 二审的日子要来了 张岚今天在直播间突然情绪大变 喊话大S一家 态度和往日完全不同 不再冷嘲热讽 而是打起了亲情牌 上午 有媒体告诉大S妈妈 汪小飞不让张岚再插手她的事情 大S妈妈表示认同 并对着镜头说 结婚离婚是她们的事 而张岚一直从中挑拨 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随后可能是满意汪小飞的处理方式 大S妈妈表示 我们曾经是一家人 还有下一代 我不懂她为什么要乱骂 希望女儿与汪小飞尽快结束纷争 不要再拖拖拉拉 最后记者说 汪小飞因为这段时间病情的原因 似乎已经交代好了遗言 要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两个孩子 对此 大S妈妈笑着说 希望她早日康复 身体快点恢复 可以开心 可以赚钱 还有人透露 因为这段时间蹭大S的热度 张岚已经直播赚了11个亿新台币 S妈听完笑笑没有说话 而张岚也在今天的直播里表示 我觉得家事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毕竟还有孩子呢 我很尊敬他们 咱们就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 你是母亲啊 顾水军把我弄垮了 能得到什么 最后张岚喊话 你把我们家整垮了 你干嘛呀 我是孩子的亲奶奶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看到张岚的态度突变 网友们分析出了三点原因 一 儿子汪小飞强硬施压 不让他在参赫 感情的事儿 拿母子关系来威胁 二 目前二审状况对他们不利 想缓和一下和钱儿媳一家的关系 可能是想看孩子 三 网上负面的声音越来越多 对他的直播带货产生了影响 人气暴跌 业绩下滑 想挽回口碑 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 儿子汪小飞肯定是不让他在继续拿自己的感情说事 前段时间 母子俩因为这件事产生了不小的隔阂 可能是怕失去儿子 也怕失去网友们的支持 或是出于利益的考虑 张岚最后只能选择妥协 现在主动视若服软 搬出自己奶奶的血缘身份 又暗示对方不要搞自己的事业 毕竟还在为孩子转抚养肺 再看看大S妈妈的状态和语气 估计做梦都要笑醒了 无论张岚怎么闹 儿子都不听她的 最后还是为大S一家打工 赚的钱都揣到了人家兜里 不用看了 估计二审不仅抚养全媒戏 汪小飞照旧支付高额抚养费用 孩子还得留在妈妈身边 S一家才是最大的赢家 名气热度有了 钱拿到了 小S综艺热度爆棚 剧金业演出不断 S妈一出来就上热搜 反倒是汪小飞母子 出来就被喷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 接下来说大S赢定了 以为二审做足准备 孩子抚养权势在必得 前段时间 张岚在直播间里说 汪小飞和大S的官司 即将迎来二审 到时候 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和抚养权问题 肯定会有所变动 张岚还表示到 在二审之前 S妈肯定是又要120急救来表演的全套 毕竟 汪小飞对于大S还是十分心软的 本来以为张岚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没想到张岚的话还真的是应验了 2月21日 台媒爆料 大S的最新动态 大S颠弦发作紧急入院 拒军业卷款2.2亿跑路 消息一出 震惊全网 网友们都在议论纷纷 有同情大S的 有骂拒军业的 也有网友认为 这是大S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但是很快 这消息就被网友证实是假的 就连爆料的相片 都是用女星徐若萱的 但是尽管如此 大S和拒军业 还是被推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这时 大S看准时机 先是出来辟谣 称自己要用法律维权 严惩造谣者 随后又高调晒出 拒军业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然而细心的网友发现 拒军业的无犯罪证明 在去年4月份就开好了 当时两人才结婚一个月 早就开好的证明 为什么现在才晒出来呢 要知道 去年年底 拒军业陷入床垫事件 他许多不为人知的丑事 都被网友扒了出来 有人质疑他吸毒 有人说他在韩国犯法 才逃到台湾来避难的 尤其是之前 拒军业在节目中 视身裸体的视频被流出 让人一度认为 拒军业是有不良嗜好的 而且张岚也在直播间里说 担心孙女 拒军业经常穿着一条裤头 就在汪小飞的豪宅里面走来走去 这对孙子孙女的成长十分不利 一直都盯住保姆 晚上睡觉要反锁门 当时舆论闹得这么凶 网友也要求要看拒军业的 无犯罪证明 但是大S还是没有拿出来 明明都有这个证明 还不公开 任舆论发酵 但是在二审即将来临这个节骨眼上 大S为何突然晒出了这个证明呢 原来这关系到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 据律师透露 大S突然晒出拒军业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是为了二审继续稳固抚养权 因为如果共同居住的人有不良嗜好 会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 从而不适合继续抚养 律师还表示 虽然二审的抚养权归属 以经济实力为基础 但是小月儿已经满八周岁 已经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因此法官会充分地征求子女的意见 来决定抚养权最终归属哪一方 而台湾有一项规定是 手足不分离 也就是说 小月儿无论选择被谁抚养 弟弟都会和他在一起 曾经有网友建议汪小飞 说一人抚养一个孩子 但是汪小飞非常肯定地说 绝对不能让两个孩子分开 现在大S还是占据优势的 虽然经济实力不如汪小飞 但是关于聚敬业的背景问题 已经解决了 如今最重要的是小月儿的态度 我认为小月儿选择大S的可能性 是非常的大 虽然刚开始 她是比较拒绝聚敬业的 不喜欢这个陌生的男人 和自己的妈妈那么亲密 但是最后 在经过大S的悉心教育 小月儿已经接受聚敬业了 她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没有见到爸爸汪小飞了 而整天陪伴在身边的是妈妈 所以肯定和妈妈比较亲 加上张岚整天在直播间里 内涵大S 爆大S各种猛料 把大S说得一无是处 一个八岁的孩子 已经会看新闻了 当她看到自己的奶奶 整天没有证据地去造谣自己的妈妈 那一刻 孩子的心里该有多受伤 两个人都是自己最亲最爱的人 无论选择谁 内心都会不好受 加上如果每天大S还在孩子的耳边 煽风点火 或许小月儿早就已经对这个奶奶 失望透顶了 汪小飞和大S离婚的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汪小飞婚内出轨 想必这一点小月儿也是知道的 如果真的选择汪小飞 说不定还会面临 动不动就被换后妈的处境 所以小编觉得 这次的关系 大S是赢定了 大S的代言人葛思奇也已经到达北京 疑似和卓伟联手高调喊话张篮 这次肯定是为了力挺大S而来的 如今张篮和汪小飞的处境真是令人堪忧啊 不过高手过招还是挺令人期待的 那么你认为这场官司谁会赢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